嗨 Vicky你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Vicky 就是很高兴今天金敏哥邀请我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这个区块链或加密货币的产业 那我今天是以协会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跟金敏哥已经是蛮久以前 我还在不同产业啊 或是当初进入了这个产业之后 金敏哥都有就是定期我们来聊聊 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些新的知识分享等等的 那今年有比较不同的东西是做 我跟我们比特币及虚拟通货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林律师一起做了这个协会 那我知道你在资料上你提到你是2017年 开始进入所谓的这个区块链产业 在去年也曾经在相关的这个 虚拟货币交易所担任这个工作 我一直以为你可能过两三年你就会离开了 想不到你现在真的对区块链 以及这个虚拟货币这么有兴趣啊 对其实这个产业其实还蛮迷人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看新的东西啊 求新求变或者是好想知道最新的状况 这种状况其实这个产业是很迷人 而且它是全世界在变动的 那当然全世界联动之外还是有分 比如说亚洲市场啊 台湾市场或是欧美市场 不同市场甚至是非中市场等等 就是它的讯息是每天都有新的 而且这个产业大概是三个月 就会全球大变动一次就非常的快速 那我是17年入行 那时候是做台湾独角兽的一个交易所 叫扣冰户 那后来也有到有银行信托的台币交易所 那去年底到现在的话 就是自己有出来跟伙伴做顾问案啊 还有像协会这个啊 还有我自己也有公司等等的 就是还蛮多元的工作形态的 对啊可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发展 它当然是世界性的一个趋势 可是对很多传统 或者比较守旧的这个投资人 可能对这块 它是连碰都不敢碰对不对 大概其实因为这一两年 比特币有成立到很高点过 那高点的时候主流媒体就会报道 那其实这几年稍微大家有一些改变 就是那种觉得全部都是诈骗的比例 正在慢慢的降低 现在大概就是分三类 就是以传统金融来看 这个加密货币 或者虚化链产业的话 大概分三类 第一种是它已经愿意拥抱 其实很多家族基金 或是大型机构 连主流媒体都看得到 就是他们都有进场持有比特币 包含美国很大的一些伪策略 还有今年的那个Elon Musk 这些其实算是最大市场的 很多大公司都有进场 也公开看多 觉得这是一个有潜力的 一个新的投资标的 或者是产力 这是第一种 就是已经开始拥抱 第二种就是说 还在观望渐渐 从负面转成中立 或者是稍微正面一点的倾向 他就是那些先行者在干嘛 他可能再看多一点资讯 他觉得再安全一点 他才会开始想要戒指或是拥抱 第三种 当然就是还是维持 这都是杂骗 这都不好 都是空气 就像巴菲特跟末日博士 还是这方面的代表 就是说他们绝对不会碰 或者是每次是看衰的状态 这样子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 所谓的一些大基金 也开始关注到比特币 这样的一个投资趋势 他们会把它纳入 投资的比例 大概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来讲 他是整个投资的一小部分 还是慢慢有提高他的投资的一个比重 这种都有 真的看你的状态 第一种的话 当然就是他就是原生币圈的VC创投 或是币圈的大基工 那他全部都是for crypto 那另外一种就是大家传统认知界的一些 投行基金 不管是公开还是私募的 或者是一些LP个人的这种 他们就是还是看他风险承受度 可能他可以从5%10%开始 投入 那如果他这个场上甜头 其实他很快就会加重比重了 20% 50%等等的这样 那当然如果他变100% 他就是传统 就是真的是变成 不是传统是变成 crypto专属的那个网站位 那其实各个市场都是渐渐有往这方面移动的 像上礼拜有个新闻是 日本的加密货币的监管 政府监管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严的 就是你做什么事都要有牌照 没有牌照的话是完全不可以做的 不像台湾很多市场会有新创风 都可以做很多场市 那日本政府的牌照是很严 然后大集团才可以做的 那连日本最大的网路券商 是他们一个金融金融集团底下 是SBIS SBF忘记的方 就是个很大的金融集团底下的 日本丁纳的政府团队也宣布说 连底前他们会推出加密货币的基金 他们终于宣布说 我们要有咯 你知道这件事他推多久吗 才可以说我们要有咯 其实可以证明说 即使在这么监管严格的国家 他们还是很努力的想要做这件事情 就觉得商机很大 那他要被认同或者是他的普及性要越高 是不是要看各国的一个 这个金融管理机构的一个态度 对不对 对 就是看美国或者是看中国大陆 或看欧盟这样子 对有蛮多一些重点国家 大家都蛮就是关注的 像美国的CEC 就是美国的相比他的金管会 那美国金管会就是全球最大的金管会 那他最近态度就是非常严 他对我们叫DeFi 去中心化金融单位的这种公司 非常的严厉 开始越来越想要收紧 甚至这个也有前联邦检察官就说 SEC现在就是不计任何代价 想要监管加密货币产业 中国的话就是时不时的竞下 那当然也有像最近9月7号 是萨尔瓦多这个国家 他们把比特币纳作法定 对就很像台湾有台币 然后突然又有一个比特币 是政府认可的这种感觉 他们就是世界上第一个 把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 政府法定货币的国家 然后开始施行 中国大陆好像他的态度都是打击 对不对 对是打击 但是其实也很好理解 他们其实蛮多官员跟政商 其实都有在做这一块的 那有一个东西其实蛮 大概是18年就已经蛮明显 就是当时候 现在也是很大的交所 反正就是火币跟币安 都是中国国籍的 中国联系人创办的 那时候17年9月4号 中国第一次开始全国性的大打压 这个东西 那这两大交易所 一个就是好 我不要当中国交易所 我就是出海 我去当一个全全全的交易所 另外一个火币交易所 就是公开 就是接受 就是说政府关股入住了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风格 一个就是说我要逃中 一个是说好吧 那你就进入我吧 你就让你把手申请 我们就在继续引运中国的市场 这样子 我们刚刚讲的是 他们是打击交易 可是好像他们从一开始的挖矿 也是都在打击 对不对 因为好像这个挖矿 也是会造成一些资源的浪费 还是什么电力的一个消耗 对对对 其实挖矿原本还不算打得很严 但是这一两年开始 反正中国就是觉得谁在赚 谁他就要他就要掌控它 但是其实最大的矿机也是 比特大陆也是中国属性的公司 可能还没有 像最近被共同富裕的腾讯 京东阿里巴巴那样害 这是超大的吧 所以最近被中共政府共同富裕 可能还没有共同富裕到 比特大陆这一个币圈的中国大公司 好 其实我们都知道货币 它要被通行 或者是它需要被认证 是因为各国央行 是要有一笔等值的黄金 它才能够印制货币 对不对那比特币它的保值性 它背后的这个保值到底是什么依据啊 我觉得这两个层面 就是每个国家它的货币后面 到底有没有黄金来做储存 这个我持怀疑的态度 至少台湾有就对 比特币它的支持信仰 其实真的是靠人的信仰 就是靠信任称起来的 它只是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观念技术 说我可以再用城市的方式支持 点对点的支付这样子 那你说它要有什么样的储备的底气 但是西北岗真的是没有 一些就是信仰投起来的 就撑到现在 撑到它是最大的 币圈最大的龙头 它就是大哥 它就是大盘这样 那只要大 它如果今天它自己币加烙塞 它其实全部都烙塞这样 那总是就来了 那它的这个币数 到底是会越来越多 因为挖控的关系 还是会越来越少 因为很多人这个密码忘记这样子 我这个是一开始就设定好 就是发明底地币的这个人 叫中本聪就是它的论文的笔名 就是目前没人知道中本聪是谁 那它游戏规则就是说 世界上只有2100万枚的比特币 你要用一些方法去得到 那个方法 批育叫做算数学 所以讲上电脑去解数学的方法 你解出来就会给你 或者是当这个区块链网屋 开始运行的时候 你帮忙记账 做一些事情的贡献就会给你 所以挖矿是只一开始的 那个用电脑算你去解数学 那因为它是这样 就是全部只有2100万枚 那我是没两年 可以被挖出来的就是递减 所以它其实是通缩的 就是本来就有数量的限制 然后每两年被挖出来 就是比如说这两年 我同一时间 这一分这一秒 全世界可以挖 被挖出来的数量就是固定的 两年后这个数量故意再少50% 它有两千块 一个是这样被挖出来的东西 是每两年就少50% 再来是它本来就是有2100万枚 然后再加上你当说 比如说会有人为的消失 就是有些人 可是他忘记他的钱包密码 只要忘记钱包密码动不了 那就跟消失没两样 动不了就等于消失了 所以他除了游戏机制的通缩之外 也会有人为造成 就是消失了 所以他的数量就越来越少 所以人家很多投资者对他有信心 就是因为他的稀少性 以及他会越来越少 就会越来越珍贵这样子 至少他不像美金一样 是可以一直QE 一直 无限量的硬质 你也不能自己生产假的比特币 因为大家在链上的城市 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假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 很多人爱批语为他为黄金 就是其实世界上地球储存的黄金 是定量的 总有挖完的一天 或是现在挖出来 放在储存在某个地方的 那些黄金的数量就是固定的 好那回头来讲一下 你们的这个协会 比特币以及虚拟货币发展协会 你们主要是要推动什么 这个主要是因为 这个产业其实在16年17年 台湾不管叫投资人也好 还有新创的企业家 或者是一些个人也好 其实以后1000年到现在 人数越来越多 公司也越来越多 那其实有蛮多的公司行号 或是个人或是新创团队 大家都是真的是认真在做事业的 就是撇除掉 可能有很多资金盘 或者是诈骗 或者是跑路那些 所以我们现在协会蛮多都是 其实真的采得到他有很多优良的历史 或是产品的交易所啊 公司也会个人或者是教授 律师医师会计师这一些的 就是如果是个人的话 他可能就是相信这个产业 那投资者或者是支持者 他希望也能够多多参与台湾这个进展 那以团体会员与公司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希望能够跟政府 一来是业界互相的交流 二来是跟政府的相关单位 能够有一个畅通跟固定的互动管道 那其实蛮有进展的因为甚至今年才有出现主管机关 以前是刚有纠纷发生时是台湾没有所谓的主管机关 大家都以为是金管会吗 其实不是 三不管就对 对那今年才有确定说有主管机关叫金管会 然后有一个7月1号生效的就是凡席前发 然后把家民货币涵盖进来了 所以其实政府方在今年也是有一些进展 那相应的业者们 或者业者们可能就有需要一些配套措施去配合 或者是更新自己内部的程序等等 才能够符合政府最新的法规 其实有监管大家是开心的 所以你们的会员就是个人跟公司行号都有就对 对对对 就是这个两种身份加入都可以 那我们其实会不定期帮一些业界交流 或者是法律的论坛 或者是一些配合大的一些论坛的协办单位等等 那原本的交流当然就是有 而且我们也有明确分不同的组 就是有产业发展组 然后还有学术研究组 还有社群发展组等等 就是配合各个会员不同的属性 他们可能会有比较多不同的互动 所以这样讲如果说你们的协会推广的越顺畅的话 以后大家对这样的一个交易 这个不管是被诈骗 或者是一些错误的一个知识 就越能够厘清对不对 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法律资源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的个人会员 或团体会员都是防范于伟然 尽量不要出事了才求助 那当然业绩还有很多其他的单位团体 或者是协会 其实我们都会互相交流 那其实现在台湾从事这个产业人还算是少的 所以可能一个公司好像或是一个个人 其实他也有参加别的单位 所以大家其实都还蛮常互相认识的 所以可能有些人他会挖货 有些人他会做虚拟货币的买卖 可是他并不一定懂背后这么多一个复杂的法律 或者是一个整个交易行为这样子 对如果是一般的小散户个人投资人的话 他有时候可能会遇到税务或法务的问题 当然这个是当你的资产到一个程度 如果你就是投资的金额真的蛮小的话 其实我觉得不太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现在除了比特币其实还有很多虚拟货币 这么多的虚拟货币 他到底怎么样确保他的一个发展 或者是他的一个保值性 我们总不可能什么货币我们都会去相信他 所以这个就跟不管是投资台股美股 还是加密货币都一定是要自己做功课 跟评估自己的风险的 尤其是就拿加密货币的投资跟股票来说 你如果都是二级市场 你都想要买低卖高 超过五千超币 光就时间跟监管来说就差很多 比如说台股市有早上9点到下午 一点还一点半这个时间 而且他有上下10%的涨停板跟跌停板 然后政府监管所谓上市会公司 他们的资讯如何如何 好但是对照来炒币的话就是 虽然现在就有很多很稳健的大的交易所了 但是交易是全球24小时 不停同时在进行的 所以时间上其实就跟炒火有很大的差别 然后再来是涨上去跟跌下去都 没有限制的 像今年5月有一个很大的大跌 就是519 因为从去年涨到今天5月 其实我觉得大跌超合理 有等时间上半天 等半天怎么等不来大跌 5月跌了这样 他就开始盘了两三个月 7月20又涨到了8月底 然后又状况又回到 不错5万多美金的第一颗 当这个礼拜因为有个假消息出来 应该是前天晚上吧 就是美国的Wall-Mart Wall-Mart 反正是美国超大的零售业 说可以接受莱特币支出 假消息啊 对 全部暴涨 但是过了不到一小时 就说这是假消息全部大跌 所以有人在操作了 对 这种事情其实已经暴敌或暴涨 就是抄袭为常 但如果你对于你自己的资金配置 或者是你心脏没有那么大刻的话 就真的就是小额就好了 或者你就是玩现货就好了 你就不要加杠杆加提货 或者是玩太多延伸性商品 那如果是以现货的话 长期来看其实都还蛮看多的 所以这样讲比特币 他不太能够像土地资产 像买了放着就不用管 三五十年让他自己涨 看你的长期就多长期 如果你是2008年或01买的 买到现在十年多了 那这么就是几千倍的涨幅 对 那比土地还要更可怕的涨幅 那你自己投入这个产业 也算有一段时间了 那他到底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应用 就是除了要看各国的一个认证吗 就是各国承认它是法定货币 它才会越来越稳健吗 还是怎么样 其实应用还是以金融最光速发展 其实我们刚刚讲 Define去中心化金融 就是没有接触过的朋友 可能有点难想象 可能在加密货币产业全球 就有很多的项目方 可能就有跟开银行一样 那你会说 开银行它又不是真的政府认可的银行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愿意把钱放进去 还真的就有那么多人愿意把钱放进去 而且是越来越多人 就是你就把地圈想象成一个新世界 就原本很多的规范 那你都是政府规定什么 银行规定什么 这些单位机构规定你才做的事 可是在这个世界就像新大陆 你只要有技术能力 你有什么能力 你去做都可以 没有人说不行 所以光像开银行 你发一个币 其实就原来开银行 那你就看你家银行强不强吗 你到底是指开一天就会打的银行 还是真的可以落到很多的资金 很多的机构投资 你然后做很多远伸性产品 然后你都在全球行销很强的银行 就大头来还是比这个实力 就是你有这个实力 你有这个资源 你有这个脑袋 你就可以去做 所以这样讲 就是有很多新的发展方 他会搞他们自己的一个虚拟货币 然后投资人如果买单的话 他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交易行为就对 对 那交易其实现在是最普通 已经变成币圈中最普通的东西的 第一方是去中心化金融 他其实有很多的玩法 甚至台湾在这方面的能量是很强的 因为我们的软体工程师非常的强 然后人数跟强度都很强 现在已经有很多台湾的 不管是公开公司 或者是匿名公司 其实是在做全球的生意的 或者是全球都很大型的机构 选择跟台湾的新创团队 或去矿泉公司来合作 这个产业实在是好神奇 非常有趣 对 可是也是充满危机对不对 充满风险 真的不要道听途说 就你买股票道听途说还可以 真的也不会朋友买去 但你如果买币这件事道听途说 你可能这就是可能明天就归零龙 对 那你怪不了谁 你自己要道听途说 或者自己愿意把钱交到别人手上 就是如果自己 这个真的有点需要做功课的门槛 我们刚讲的是那种 可能有人会刻意放一些假消息 让它暴涨或暴跌 那如果我们排除这种人为的一个操作的话 它未来比较合理 或比较健康的发展是怎么样 这一套发展就比如说像第二大的币是以太币 它是基于以太坊这个区块链 那这个区块链上面的应用已经超级超级多 但因为它的应用还是比较配向于金融 或是新的科技玩法方面 所以有一点难跟大家比喻说所谓 现在应用很多到底是什么应用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是DeFi 也不知道什么是NFT 所以这方面很大的应用 在上面是超级多超级货 大家可能很难想像一个几张图 几张文字所谓的NFT项目一出来 就有几百万美金几千万美金的资金 全球资金涌入大家都想要抢这个东西 然后有人看到复制出来 又在做很多新的 然后新的玩法 游戏规则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很建议大家慢慢的去了解 就是永远不嫌晚 因为譬如说我17年入行 那可能17年18年入行的朋友 那时候假设我刚入行的时候累计知识量是这样 然后他们进来的时候累计知识量是这样 所以他只要再多一点点 我们差不多就平行 或是他比我认真 就是这样 可是如果17年现在已经2011年的 就是当时候跟我同期入行 跟下来我们的资料都已经得到这样 对对对 那入行的人你要从这样小开始 就是这个差距水的时间会越来越大 因为这个产业的历史的新的玩法 堆叠的东西越来越多 好 你最后要不要讲一下 你们协会当初成立的创办人好不好 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位林律师 其实也是加密货币产业非常优秀 跟知名的律师 其实他有非常多的专栏 跟一些新的观点 那他他当然 其实他内容也不是只有关注在 这样的货币 像之前电动车产业 或是一些科技新创 新改的东西他也都有 所以大家可以搜寻他的 Facebook叫国客 就是他的艺名叫国客 那其实他是不是在业界 非常知名的律师等等 就是很多业界大公司 都是以他们家为法律顾问 那还非常热心 就是协助过币圈很多的 个人或者是公司 很好有很多法律的资源 或者是专案 如果有虚拟货币这个纠纷 一般律师可能也没有办法参与 对不对 还是要有一些虚拟货币 相关的一个知识 对 其实如果真的是 这个产业中的纠纷 你有没有经验是非常差很多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认定不清 你要自己去举证以前的状况 或是最新的状况来举证 好 最后Vicky跟我们讲一下 虚拟货币未来的发展 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当然有听过很多正面或负面的 负面的大概就是有很多人 把它当作洗钱 对不对 所以虚拟货币才会通行这样子 正面的话好像也是有蛮多人 肯定这种新兴的应用 对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最简单 就是想象成 比如说2001年的打抗网 网路的风筝 有泡沫的时候 但是长期来看 比如说2001到现在22年 大家已经可以 大家就是差不多有活个 二三四五十 所以你就知道从当初到现在 拨接上网到现在网路可以做 光迁对 而且就是这个东西 时间发展越后面 它迭代它更新的速度是更快的 以前迭代一次可能两年 现在可能半年就要迭代一次 对就是 这个产业可以把 譬如当年的网路的感觉 从大家觉得网路是什么 或是只有超有钱人才可以上网 到后来 比如说网购这个行为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是不可靠诈骗 到现在谁不网购等等 都会迈向 就是越来越多应用 然后越来越普及 大家就会变成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你那个时候再去拥抱它 就是有一点后知后觉了 大家可以先从多多了解开始 而且这两年疫情应该对比特币 以及虚拟货币的整个市场 还是有推波的一个作用 对不对 对其实疫情对比特币 或者是炒币的人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反正跟房地产一样 因为只要有大事件 美国就要印钞 印钞就热钱 热钱就是股票要房地产 然后现在再加一个币圈就是涨 就这样 就多一个投资范围这样 就讲一下你们协会 有没有提供一些什么线上的资源 或者是让大家更能够了解 这整个区块 是可以搜寻我们比特币 及虚拟通货发展协会 也是有粉丝团的相关问题 也可以私讯我们 那接下来我们 因为疫情状况如何 我们也会办一些实体的活动 所以可以关注粉丝团 然后到时候可以一起来参加或交流 好谢谢我们的协会的秘书长Vicky 为我们介绍这个 比特币及虚拟货币发展协会 好谢谢 谢谢金银哥 拜拜